我是曹珊 我正職的職業是一個羽毛的教練 如果說打遊戲可能很小 如果說要打Winning的遊戲 應該打了十幾年 可能在第二、三集就開始玩 我是Buku 我和他一樣都是羽毛的教練 打遊戲可能是四五四可以打 然後打Winning就比較遲 不過都十幾年 其實我們是打羽毛的認識 不過如果說到認識深入一點 都可能有關於打遊戲方面 去打遊戲 因為我們在機店裡 不是認識 只不過是我們打球星 深入一點認識的時候 對,撞不到 然後一起拍 對,一起拍 但是先做好自己 對 然後就發揮到正常的水準 我和他的想法就是 每一隊都是 除了日本 我們打過之後 其實每一隊我們只會打一次 所以你說 即使我們可以看過 茂山的影片 看過越南的影片 但是都不代表他們不會變 所以總之 打好做好自己的事 因為早點休息 這個是必然的 接著他們如何去 心態的調整 我覺得是 要硬得住的場景 我們第二次 我們第一次是在東 我們選完香港區之後 就有一個東亞區選法 那個選特賽 我們給了去崇州 對 那個我相信 都是對於我們 一個好的經驗 如何去準備 即是對於打遊戲場 或者有沒有擔憂 至於我來說 其實是 因為他 一路事前 他怎樣準備 有沒有緊張感 肯定有 但是這個緊張感 我覺得是 不可能 我們更加專注一些 如果你說太輕鬆 可能突然更加衰 剛才是糖漿的 他連遊戲下載都還沒下載 還沒下載 其實我就下載了 我只不過開來看一看 直接玩都還沒玩過 也不希望他有少少影響到操縱 我剛剛打了兩次的五分鐘之後 覺得 那些全部都說 好像 在家宜的時候 也有一個不夠 這樣就不一樣 可能平時 一百個射球 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 沒有問題 對 沒有問題 首先其實 我們不是打很急 我們可能是幾年前才玩過一站 對 而玩又不是玩得很深入 對 所以 我想我們很難去評價 有什麼大分別 但是一個觀感就是 當時打了 因為我們打了PS這麼久 的一個觀感就是 覺得PIPA要用的招式 但是玩效的程度會大 Villian 會比較有Fans 對 對 不是很靈體 不過是一個 即是他們公布 啊 也是 咦 有機會玩 真的有機會 我們可以參加這個三角賽 他選了這個遊戲 沒有怎麼想過 可能說都沒有電競 沒有電競 但都沒有想過 有足球遊戲 對 就算 可能有足球遊戲 也沒有什麼 對 有的時候 都很容易去 可以嘗試一下參加 對 今天就 多謝兩位 謝謝 謝謝